对,Tui是来自越南的战队啊,是PMPL赛区的这个队伍 来看他到底怎么应对接下来的这个圈形吧 哦,还是一个同行员啊,往中间了去刷 这时候的话DKG是被罩在中间 而童家宝的话是一步进圈的 但是童家宝这边的一个西北部压力很大的哦 这边有Face 主要是有LIT 对 LIT这个队伍啊,他是在防区 不让他接下来包括像Joyme啊 还有Infini这个战队,不要忽略他 哦,童家宝选择是直接直插进圈 啊,放弃了圈边的一个位置,直接往里进 速度很快,因为他知道这个地形不太利于他往前去推进 他选择一步到位 哦,这个选的是真的很,我觉得很果断 很果断,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圈形才刚刚出来没多久吧,五秒钟 是的 然后直接就选择驱车,直接进入到这里面去 说明他是在前点做了很多信息收集 你才可以支撑他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是 Joyme这边的话,只剩下自己两个人 确实打雨林这个节奏不能慢 你是要做好准备 而另外一边ST啊,一波满源是与甘拉下坡 定打这边的Infini啊 Infini应该是有听到了 哎,一个地形成,哎,但是就在脸上没有发现了 大意了 以为在屋里,但是其实就在门口 是,协同另外一部队员是没有进去啊 Infini这边是有两三个人在这个房区 不过近点送了一名队友在脚下的这个小平房啊 是,看起来ST怎么说 呃,一般我们可能选择用投掷物先往近点去摸 不会说贸然的冲进去啊 是,但是Infini这边确实守得挺好的 ST这边队员就剩下最一丝血了 哎呦,这颗手里过去可能要没了 稍微震一下可能真的要倒了这波 但是Infini拉出来坡上的队员也没有架这个点 是吧 哦,他们自己顾着也被打了 主要是顾不了太多啊 主要是自己自保都比较难啊 是,但是Infini这边并没有占到便宜啊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罗根 罗根在上地图完成了很漂亮的一波peak 不过正面来讲还是压力很大的 是,看一下正面这个有能不能打得过 哎,一个秒段没有他的问题 就剩下一丝血 先补掉把这套的分拿到手 赶紧换西M4 但是,哎,这就是对面的枪线啊 都盯着你这边打得非常的激烈啊 是 所以你看到这里Infini它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跟Infini这波是属于两波都是个大换血 但Infini是可以救起来的 对,Infini其实这波蛮亏的 因为它近点其实已经用手里炸倒了 它只要保存自己 然后再架,Infini从山上赶下来 但是没想到在赶下来的途中 自己没有守住先被打倒了 44个绷带,25个急救包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13个战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Joyme啊 今天这波能拿到第几名 44个绷带 前五嘛,先给他预定个前五的位置吧 不是吧 现在才阶段四啊 也不一定,好吧 但是还是要看一下我们其他队员 PNC这边是 哎呦 完全没打就已经被LIT楼下网上了摸了个遍啊 对LIT毕竟是一个排名分数很高前的一个队伍 是,第一梯队的啊 对,这时候赶紧先拉下队友吧 队友这边还能救吗 呃,先救一下,应该没有 没有别的枪线其实还好啊 哎呦,那7C啊,这边也是没了 只不如咱们第12名 是,DKG 左边终于出现了他的淘汰信息 淘汰了D2S 应该D2S要进圈啊 DKG那个防区应该是可以守的 不过现在LIT再往脚下走 也是来到了DKG的一个打法范围 是 不过这个圈形并没有照顾到DKG这个防区啊 哎呦,童家宝 哎呦,这边是放到了DKG的队员 是,你进圈路线的话 肯定是童家宝率先的那个中心点 是有一个好的顺位 对,但是好像DKG这边面临的人太多了 脸上童家宝那边还有人 DKG已经没有第一波竞选顺位了 是被滞留在圈边了 能不能先 呃,低调一点 找个地方先隐藏一下自己 像贝斯这样 贝斯这样,真的是低调了一整局游戏 确实,他现在一直在等机会啊 他现在其实更多的只想保住分 保住队员 想保排名分 对 想打决赛圈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位置来自不易 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赛程过半之后呢 对吧,少打,没打一把都少一把 但是你看突一现在离费的位置非常接近啊 因为我们必要的战队就是想进圈你知道吧 是 并没有说想从哪里去打一波 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自己很劣势 你看已经倒好几个人了 是,但是左侧淘汰星期 这个圈里并不差 是,原来ORANGE之前一直没有发挥 实在是因为他缺少一个满边加防区 对 但是ORANGE现在这个圈也被刷走了 并没有眷顾到他 是,就是这个幸运啊 没有在他这里停留太久 另一侧看一下费斯的一个帝王干辣 这边剩一个人了 DMG的 这边P45没有他的问题 哎呦 这是一川级啊 两个起码是 是的 在整个DMG是被他收入囊中啊 哇 哎,你别说现在圈中心 应该童家宝位置不错啊 因为你看现在大家全部是一个环形进圈 童家宝应该是一个打把 对的在整个圈形的最北边 是 哎,但是这边经典圈外啊 打要流 别忘了我们的打要流 哎,没错 维森这边是赶紧的防住了背后的人 还能救手慢含啊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队伍还是可以加加枪的 而且你看 来,来,来,学一下DUX怎么低调的 是 但是你低调过2E吗 啊,2E这把其实打的也挺稳健的 你看他们真的 伏地流真的是掌握的蛮精髓的 但是我们PL的选手 你看到没有 就还是蛮硬干 完全把这个雨林地图这两个字啊 就是精髓都给掌握摩托了 你看他们的伏地都是紧紧的贴着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 而且不着急第一时间扶人 确定好安全在家 对,现在其实他们也怕自己再抽啊 因为决赛圈圈有这个习惯 就往十多两边去抽 对,而且我们注意一下 目前你看到已经有很多的学生 在前面开始打药了 对 但你别说现在只剩下8个战队吧 而且其实双方现在虽然说8个战队 大多数都是在倒地的一个情况下了 已经是 是,而且你看下一个圈星 你七圈你肯定看不住了嘛 而且现在几乎都不在下一个圈内 对 那这样看的话 突一 呃,童家宝 D2S 童家宝稍微好一点 童家宝因为这边人员比较少 有威胁的基本上都是圈外 是,马韩这边应该是能扶一下吗 应该再费时 啊,可以扶 哎呦,我这里是摸了个谁啊 哦 是,DKG这边是拉过来了 是,BTR这边也没办法了 得干净输出 哇,这圈外还想跟你扛一手 但是,呃,龙仔的一个塔罗的一个枪线啊 是直接给你收割掉了 哎,这个时候高点是真舒服啊 确实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还带一个蓝圈的伤害 龙仔等于说一直在打靶 是的 但龙仔这个打靶位置也是被四处所观察到的 他得小心一点 是 哎呦,童家宝这波感觉是要吃鸡啊 不行不行 维森这个地方是被D2S这边给偷了一波 所以你看到啊 你越在高点 其实你,你越受到四面八方的一个关注啊 是,但是问题是现在 不要慌,童家宝这边还有一堆石头啊 扶地扶地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看大家都开始扶地了 是,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白圈再次给到了童家宝 是,只给到了 应该是一个人啊 龙仔一个人啊 是,现在就是重点是 童家宝跟D2S的这个队名 有可能要进行一波道具上的互换 如果运气不好 啊,这波肯定要被带走一个队 但运气好的话 呃,D2S这边其实还可以帮童家宝 守一波来自于我们侧面的一个枪线 是,但有的人现在已经看不住了 目前只剩下四个战队 D2S刚这波透过了 其实我们心里是有一点这个 是,是有这个信息的 是,龙仔 龙仔在跳,你看到没有,在疯狂找人 在找D2S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感觉他可能还不知道 他判的是orange的 看到一个 哎呦,哎呦,还好 哎,知道了 对,是 拿手里简决 哎,他想炸两个吗 这其实炸一下没有他的问题 是的 哦,那现在的话 他在排右边的点位 是,场上就三个人嘛 左边一个已经确定了 那就看右边的这个人 哎,右边这个直接打掉没有他的问题 那左边就是一个一打一了 而且对方的血量已经很残 一个人上瓶过去 不用管了 这边是直接可以来恭喜童家宝了 哎呦,这波真不容易 而且你看到这波淘汰分拿的是真不错 11个好像 呃,起码有两个五 我是看到两个五 是,是看到两个五